手破里一对天问的第四台 吓得也非常有趣 开盘双方向的是天马星空 所谓现在洋葱流盛行 黑奇现在摆开的阵势 看上去是张牙舞爪 好吓人啊 全部都只在高位哈 也是高低配合 白奇直接挂进去 但我觉得 对于这种奇直接挂进去 有些被动 本来对方这边外围 就有很多奇 你在为它封锁 我觉得直接去挂脚呢 很容易让黑奇形成模样 在战斗中数字啊 小心出来撤退 我们可以看到 黑奇这个点点在这里 位置是非常好的 白奇的奇形 相对来说就比较绝足 贴下来 贴下来是不是就很好呢 比如说继续贯彻这个大模样作战呢 这种奇肯定不是去杀他 对吧 我们还是应该把奇放到更大的地方去 这个挡下来挡在二线 我感觉有点小 让对方把头走在上方 你走在下方 还是比较亏的 尖一手 尖一手 这步骑步调比较缓慢 如果在这边走的话尖肯定不如飞 不过尖一手也比较坚实 白奇跳出 有了这步跳吗 白奇的日子似乎开始好过了 甚至搬一个 我觉得都是很爽的 搬都是很爽的 对吧 走到这里黑奇被压在二线 还是比较难受的 跳出也很好 跳出对方还是走在二线 下面再飞一手 或者是再接近一点 靠 尝出来它去鼓的话 这样的话 白奇把这块奇走畅了 我觉得就比较成功 实战当中 白奇突然靠 对着碰 这手碰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碰 我们看不到它的目的 碰要得到什么 我们看不出来 一般呢 是腾楼转换的时候 我们容易去碰 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要同楼转换的 也不是在对方的空里 木星当中 把这块黑奇给走强了 上方这块白奇的出路 也受到了阻碍 这个碰 在自己这边 也没得到什么东西 情况不妙 还得逃跑 本来你是可以轻松逃跑的 是吧 这一碰 就只能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 一离家远 二 对方在上面跟着你走 就容易守空了 你这个奇没有活 人家还可以守空 所以这个奇不太好 然后紧接着这个 针锋相对的加 白奇百加 感觉两个人下的 已经不是围棋了 是斗气 两个人在这 是抑郁何为 然后搬 我感觉 属于下一手的做法 紧接着白奇打 一线打一手 嗯 感觉有点无语 保留着他 别打 上面到时候有个字 是有用的 一线打 如果说黑奇这边有个大控 你这个打进入对方的控 还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们在这打 就不知道要得到什么 然后让黑奇在上面拔 那这块黑奇就很强大了 在中央走成这样一个铁板 然后摆起手脚 这个脚实际上不大 我觉得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把这个奇给走畅了 因为上方才是重点 对吧 走畅了对方是不可能跑到这里 让你拦头拦下来的呀 所以这个是先手 而且这部奇也不大 脚也是假的 黑奇随便放一手 白奇都不好杀 这个脚是虚的 因为你这两个奇也不是无忧脚啊 比无忧脚大的一个外套呢 黑奇选择搬 直接破眼 逼着他逃孤 虽然逼着对方逃孤 不过这是一个后手呢 对方得到一个机会向中复进发 还是比在上面作眼来的更畅宽一些 所以这个班走得不是太好 白奇打入 拼抢的比较凶 不想让黑奇成一点空 这边掏脚 现在又接着掏鞭 反击是肯定的 靠 断 双打 这也是围棋常用的一个手精吧 躲成这样的结果呢 白奇也还好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亏损 也是达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现在这块奇就应该跑出来了 现在 又去踏入了 这么打入实际上并不着急 对方就算再补一手 也很难变成时空 我把这块补起来 上面他怎么总能把这块都变成时空呢 这样走吗 也不能成为时空啊 随便打 上方的单关掉 就是钉一个 也很难死掉 对吧 在这里去投入都可以 反正这上面是围不住的 我这个大龙就不要了 难道这个大龙真的是目数不多吗 去打入 一块奇还没活 就处处去打入 实际上还是很不可取的下法 在这里面又遭到对方的点次 你拿对方的点次还没有什么好办法 下次就不如换一种做法 去加一个 这样被对方封锁起来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 歹气选择直接去断 对方加你冲出来 下面就没必要长了 你可以直接冲出来 如果对方挡的话 你就可以打一个 当然也不是直接打 要先在这边补一手 直接打的话 对方会打你接不归嘛 那这个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先躲在这里连起来 对方如果补在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打在这里 总是需要补 就算是打一个 你接住 退回来 当然这个地方会遭到对方的打 但是下面这个对沙 我觉得只能躲在这里 斑立断 这个吃 上面笔记应该是黑体不好吧 这样的作战还是比较成功的 不过这里的退就比较消极 现在在断 迟了 对方打出来以后 白气现在是姑气多多 一块没火 两块没火 三块半死不火 这个时候黑气掌握了主动权 白气就比较难下 黑气得到先手 从容的补一手 把握大局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白气拐头 拐头是很大的一手 跳一手 长一手就是先手 直接卡断 白气打 提掉 黑气在这里走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造成自己的棋子圈进来一块 实际上不太好 感觉到这个地方 双一手 又怎么样呢 下面白气走哪 白气到处没火 这个提还是比较难下的 没有什么好提走 这个打 在外面提花 让这边倒是差不多死干净了 但是让别人把这断下来 还是比较难受的 形成对杀 不过也不是对杀 自己接住就应该死了吧 他没有管 这是为什么 吹掉这个不大吗 打入成功吃掉以后 这就是白气的后世啊 吃掉这种奇心 真是太大了 看看这里有对杀吗 但左边还是先手 左这边还可以断 还是要打的 下面 要做活 还是要破眼 破眼扑一个 提一个 再扑 再提 再紧记 这样好像就是 有眼杀无眼 有眼杀无眼 对吧 是不是有别的变化 有兴趣 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地方 打掉再接住 吃掉这么多 难道不好吗 这地方 走在这里面 对方断掉 这就有点不好了 还是长一手 怕这边不活 这边可能是双活 我们去细算 可能是双活吧 最起码 自己这块鞋得活 也可能是假双活 这样的话 黑奇得到先手打入 这个打入的点 我觉得还是值得 讨论一下的吧 打入点 一般靠四线头比较好 这样更容易活 或者说脚上也是可以活的 在这一带都可以打入 打入这个点 对方断一手 断一手 也就是为了长一戏 长一手 他不放心 再走一手 接住 把上面处理得明确了一点 然后挣一手 这个挣一个 感觉到黑奇要想活 其实还是应该不困难 一 这里可以靠 寻求转换 拖 这边还有大飞 此节应该是不会的 肩充党 打吃 哦好强硬哦 好强硬 打吃 长 再长 再长 长 贴在这 打吃 哇 白奇真的把这块鞋 全部吃掉了呀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真是不可思议 全部被吃掉了呀 实际上黑奇在这里走的是亏的 看来黑奇还是应该走得清零一点 这个地方直接尖 对方也可以这样封手 嗯 这样看来还更好 因为这边有大头鬼 像这种祈祷 下来是不可以跑的哈 跑了连班 打吃 尖 这个再吃 再吃 这样打吃 嗯 这有大头鬼 如果顶记的话就打吃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好手段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奇吃掉 冲 挡 挡 打吃 嗯 这块鞋就这样被吃了哈 所以说刚刚打入点 这个打入点显得不好 还有处理的时候这个肩 比较不灵活的做法 面对症 肩也是一种不太灵活的做法 直接在冲断 把其走中了就脱不开手了 对待处理的不太好 可能处理的手法总归很多 像刚刚说的脱啊 对呀 回去的一些转换都是奇哈 这个直接这样走死了 确实是比较无谋的吧 被打被吃 这损失很大 白骑吃掉这个以后呢 再向上飞 扩大自己的阵营 另外还想对上面这块鞋 进行救援 上面这个鞋确实也比较危险 一旦这块鞋被消灭的话 那这边双火什么的都没有了 所以说他这步鞋 一图也是很清楚的 打一手 滚包一下也是一个好鞋 白骑直接硬靠上来阻止对方联络 长 这边包打一下 再打 他就把这子去掉 目标就很明确对着你这块鞋来了 再次白骑也走得比较荒乱 白骑需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个鞋 黑骑先行 首先搬 再搬 堵住断点 黑骑的意图还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要对你这块鞋进行处罚 打 只 再打 再打 击掉 然后再打 想方设把这就是处理它 对 到这里 黑骑也是成功的把这些鞋给圈起来了哈 继续长 这个 长抽一手是啥意思呢 他在制造结材 看到没有 他在制造结材 如果直接挖 打 打 提 再打 再提 你现在冲可能就不管了 所以说这部鞋 这些鞋下的还蛮有秩序的吧 那现在呢 就是通过这个一挖 形成打结 这鲜手的结材就来了 鞋 白骑找这个结 或许找的比较小 不是或许 是找的太小了 比如说你去吃这个呢 有的是结材呀 有这个鞋以后 对方肯定不理了 直接吃掉 这个鞋吃掉以后 就是太难受 最后就是把这个鞋给做活 这一段下的 有些看不清 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还有在这段找结 如果说没有结的话 把这个拔掉 我觉得也不小 虽然说 他这个地方 鞋掉也很大 但是毕竟你这一段安定了 将来这一代 说不定还有些鞋呢 都是有鞋的这些地方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研究一下 总之 这个鞋掉也是很大的 无止捏损失也蛮大的 没办法 请准打结了呀 鞋掉后就应该找个相当的鞋 抓到了 有点小 可能没看见这个鞋 这个鞋如果走了这个鞋回来 难道是怕 对方再来和你打结吗 难道是怕这个 嗯 那没有结的时候 只有考虑把这个鞋拔掉 下面这块空护柱也是很大的 这个鞋 这个鞋找的比较小 也没有大鞋 没办法 再尝出来 打吃 再打吃 接住 接住感觉有点小 感觉接住有点小 接住 你看如果是把这个鞋给通回来呢 能不能把这些都吃掉呢 这个可能要稍微大一点哦 我看一下这打吃 接住 好像也没什么鞋吧 他也不能马上就打吃 接住再出动啊 出动就连回去了 打吃 接住 他总是要连这手鞋的呀 这个吃掉应该就行了 这中间出的很大 这个其实这手鞋 对方记着要把这个救回去 然后在这儿就开始打结 他看到这边的变化了 打这个结 踢结 打 剃掉 再踢结 嗯 对 这边刚刚还是一个结嘛 再集结 白方接住 他走的这个是结吗 走的如果接住的话 难道对方冲一个 这样走可能不行吧 这个转换好像不成立吧 即使你把这个通通都藏出来 也不如这个打呀 你也不可能死光的 可能还会活一会儿 这个就不太大了 我们一起看 是不是这回事呢 这个再退回来就肯定不是结啊 对方把这个也拖回来 他还把结做得更大一点 走 再打吃 这就造成另一个大劫了哈 这个地方打结失败 虽然吃掉这个 但是这边损失太大了 全吃掉了 用它这样吃呢 还是这样吃 这样吃 对方提掉 不再急再大 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吹掉这个哈 不回去 黑白战斗 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边还是有一些失误啊 总之这番棋双方下的 还是比较随意的 而且呢 失误也比较多 对空啊 大小啊 这些行棋的目的啊 都不是太清楚的 造成这番棋呢 起伏也比较大 很多地方 我的时候处理的也比较简单 一就是行棋目的 一就是行棋目的不是太清楚 二 对墓术也不是太明感 对一些要点的增强啊 嗯 都有点 不是太准确 但是有的局部 比如说这一代局部的战斗力 白起到处挺强 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 嗯 莫名其妙的局 行棋的方向呢 不是太清楚 嗯 这番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 好 好 好 OK 好 好 有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